得知萬達礦業打算在宜蘭南澳鄉 大白山區開採礦物 當地泰雅族人就已經持反對意見 認為大白山區是泰雅族傳統領域 擔心一旦挖礦會破壞山林環境 危害當地居民生活安全 開礦的話就會破壞我們原有的土質 是否日後會造成那些 例如像土石流還是水土保持的問題 那我個人是不贊成這個 加上萬達礦業公司採礦區域 臨近臺灣水清岡自然保護區的 預定公告範圍 23號環保署召開二間環評範疇界定會議 由於礦區未在南澳北溪 將嚴重影響東越五塔部落民生用水 及生態環境 萬達礦業表示會召開部落會議 及意見調查 但環團批評案子通過才召開部落會議 認為刑事告知更不可能納入環評項目 以規定我們不只說要意見調查 還要去開一個部落會議 當初因為我們這個案子 實際上還沒有核准 當初委員是說 那如果我們去跟原住民委員會那邊 開一個部落會議的話 我們不能承諾他什麼 開發單位的意思是說 我要等到通過這個案子 才要去那裡跟部落做說明這件事情 到時候就變成只是告知而已 但是在法規裡面 他其實是要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徵得部落的同意 環團質疑礦權是只在一定土地範圍內 針對特定礦種開採權力 到現在都沒有看到萬達公司提出採礦許可 要求開發單位提出相關證明 環團在會中提出希望開發單位以空拍方式調查開發地區附近的台灣水清岡 開發單位表示同意 環保署提到目前指示範疇界定 將會請礦物局等相關主管機關回應 二屆環評開始前 離勤後才會進入實質二屆環評審查 記者納布達Q台北市採訪報導